地牛再度大翻身 让人又想起了核灾的问题 核灾应变范围即将修法扩大 包括了内湖、士林 都在16公里的预备防护区内 不过仔细地算一算 平均一个医生要照顾500个人 100个人要共享1.5张病床 这121万人要怎么来疏散 都是棘手的问题 地牛大翻身 核电危机让人心惊惊 台电以及政府官员隔天拍拍战 任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那个警报系统 它自动会先停机下来了 是 所以七级地震发生的时候 核电厂就会停机是这个意思吗 而16公里内的防护准备区 包括士林、内湖、北投等 一共121.5万人都在范围内 平均一个医生要照顾500个人口 而病床比也只有1.5比100 我告诉你啊 在家等死比较快 你的树散计划是什么 目前树散计划都还是纸上谈兵 而原来会在8公里应变区内 准备26万核点片 8公里外有40万核来因应 趋于北部库存的桃园 但核灾发生的时候 由谁来运输 政府也还都是补萨萨 如果不加快因应脚步 民众就只能挫雷弹